Hello, Hi,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今天给大家演讲 然后这是一个BentonMao和Dragonfly的联合talk 然后我们先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董天心,目前是BentonMao的高级工程师 然后同时也是CNCF的ambassador 以及LFAPEC的Invangelist以及QVLMaintainer 大家好,我叫齐文博 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自己DIY了个衣服 因为我衣服发完了,好吧 我这边是Dragonfly的Maintainer 现在主要做一些Dragonfly相关的一些开发 还有一些社区推广的一些工作 好,继续 OK,然后我们今天的talk是 How Fast Can Your Model Composition Run in Serverless Inference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关键词 Fast, Model Composition以及 Serverless 我们先来一一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设置这个title 首先为什么是Model Composition 因为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聊LLM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真正的AI的Killer App 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真的有AI的杀手机应用出现了之后 它会是一个只含有一个LLM的一个应用 而事实上在实际的AI的应用的开发过程中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们往往也会选择用更多的模型来专注在某个领域 或者说能够让我们的回答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效果 就以常见的这个Chatbot来说 如果我们想要为它想要让这个Chatbot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有更好的一个回答效果 我们通常会选用RAG来强化它的一个回答的一个效率 然后在一个TypicalRAG App当中其实就涉及到了不止一个Model 比如说像LLM 然后像OCR它可能是用来检索你上传的文件里面的这些内容 还有包括Text Embedding去计算这个向量 那么其实有了这些多个模型的组合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应用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特定领域的一个效果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AI应用上云 或者说AI应用加速推理的时候 我们往往需要讨论的这个AI模型 AI应用它拥有不止一个模型 而是一个模型组合 然后接下来是为什么要用这个serveless 首先serveless它的好处非常明显 第一个就是cost efficiency 因为GPU它的资源非常的昂贵 所以我们希望当我们的模型在serveless上running的时候 我们能够只为它实际的计算资源付费 然后比如说一些空置的模型 我们就不希望为它那个空置的GPU来进行付费 然后同时还有autoscaling 因为不同模型它的这个被使用到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个serveless的自动伸缩的能力 然后包括它的易管理性以及这个灵活性 然后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想要完成我们刚刚聊的这个AI应用的话 它实际上会是一个compound AI的这样一个system compound AI是Berkeley提出的一个概念 它主要是在于让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易购的这个模型 来完成我们的这样一个应用 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把这种compound AI部署的过程划分成了三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是application code 在这样一个部分当中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模型去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包括我们的业务代码逻辑也会在这方面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modal inference 在这一步中呢我们需要为我们的modal inference选择合适的service backend 比如说像不同的batch size然后quantization等等 来加速我们inference的一个速度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今天会着重讨论的compute infrastructure部分 在这一部分我们会去管理不同的模型 然后包括它的autoscaling以及costart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像application code这一部分 如果想要构建这种compound AI system 我们在application code这一部分 需要对我们的代码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 首先如果我们想要的是这样一个compound AI system 因为它涵盖了多个模型 那么我们需要它是一个拥有一个standard interface 一个统一的一个接口 这样才能让模型之间的沟通无损 然后此外我们的模型也必须能够独立的去scale up 以及scale down 因为不同模型它被调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会希望根据QPS的不同 来把常用的模型它可能size会是2到5 然后不常用的模型它平时可能是一个replica为0的一个状态 只有到需要的时候才会去scale up 然后最后是会需要一个状态来管理 这个不同data之间的一些编排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 我们这边推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 我们推荐使用bentile mail来打包你的模型以及代码 可以看到在bentile mail里面 我们天然就已经支持了多模型的一个部署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想象这个compound AI system 可以看到如果把它做一个类比的话 可以把它对比为microservice一个微服务 我们非常熟悉的 然后在bentile mail里面 我们首先会把不同的这个模型 然后包括docker dependency 以及各种各样的依赖都打包到bentile这个制品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拥有不同的这个model service 然后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model service的一些QPS 来进行独立的扩缩容 然后第二部分是model inference 在这里其实我们做了一个benchmarking 完整的这个blog post 大家可以扫描右上角这个二维码 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这个blog post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简单的列了一下 Lama3 7b以及Lama3 70b 在不同并发量 比如说user等于10 50的100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使用不同的inference backend 比如说vllm,llm deploy 它的这个性能表现是怎么样的 在这里我就不过多展开了 大家可以扫描右上角的这个二维码去看 我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benchmarking 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在inference的时候选择不同的service backend 然后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compute infrastructure的一个阶段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想要把刚刚所说的这个AI应用部署起来 如果是在serverless的情况下 它一共需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首先如果是在没有node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首先需要去使用我们的cloud provider 去进行一个cloud provisioning 比如说我们需要去起一个A100的这样一个GPU 然后这个根据你需要用的GPU的type的不同 以及cloud provider的不同 它可能大概需要30秒到5分钟左右 然后在cloud provisioning完了之后 我们会进行一个container image pooling 因为像我们的container里面 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依赖 比如说像cuda,pytorch等等 这一方面根据你镜像的这个size不同 它可能需要3到10分钟左右 然后最后一步则是model loading 在这一步呢比如说如果你是用的像huggingface上的model 可能在这一步会要先去做下载 然后再去做loading 那么在这里根据模型的不同 以及模型loading方式的不同 可能大致需要1到20分钟左右 所以可以看到在能启动的一个情况下 整个的步骤会需要到5到30分钟左右 那么其实这样一个速度 这样一个速度的量级 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因为如果在这样一个量级下 我们去使用serverless 非但不能用到它的优点 而且这个能启动的时间 反而会变成我们的一个负担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 去解决这个能启动的问题 首先是最好解决这个cloud provisioning 因为在这一步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standby instance 加上cluster autoscaler的方式去跳过这个cloud provisioning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A100的一个GPU 我们可以为这个GPU类型去设置一个standby instance 并且把这个instance的这个priority调低 那么这样的话当我们真正的模型想要被scale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去驱逐这个低priority的这个standby instance 然后从而去跳过这样一个cloud provisioning的一个阶段 当然在这个阶段中设置多少这个standby instance 和真正的cost之间有一个tradeoff 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去选择这个配置 然后第二部分则是container image pooling 那么在这一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container image里面 它大概会在七八个G 至少会需要七八G左右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依赖下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避免 比如说像NVIDIA Torch或者说CUDA等等 那么在这里的这个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像P2P 以及image streaming之类的方案 然后接下来有请Dragonfly的mentainer 帮我们介绍一下Dragonfly在这个image streaming方面做的努力 Hello 到我了 太低了 然后 这部分呢我主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镜像加载 或者说在加载一些大文件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提速 假设呢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集群当中 我们有很多推力节点需要去启动 这个功能当中呢也就代表我们每一个节点需要加载 可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镜像 或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模型 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原站的带宽呢 其实是很容易被打满的 如果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当然呢我们有几种解决方案 我们大概有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解决方案呢 就是我们把原站的带宽 去增大原站的带宽 但是不论在成本还是说物理上面 其实都有一定平静的 第二种方案呢就是我们用P2P的方式 利用节点的一个闲置带宽 从而去缓解我们原站的一个带宽压力 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 就Drumfly如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控制 在一个P2P集群当中 只有一个节点进行回源 其他节点都走一个P2P的一个流量 去做一个提速 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尽量少的加载资源 比如说我们在构建的时候 可以去做一个基于类似Tronk的一个去虫 在加载过程当中 我们去做一个暗虚加载 这一部分呢就是Nedus Drumfly的一个子项目 Nedus所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暗虚加载 当然呢Drumfly就包括了第二种 以及第三种解决方案 大概介绍一下Drumfly这个项目 Drumfly这个项目呢 是一个主要做镜像加速 以及文件分发 基于P2P的一个解决方案 现在呢是SenseF的一个 incubating level project Drumfly这边呢 其实现在是包含三个组件 第一个组件就是manager 我们Drumfly所做的 不是去管理一套P2P集群 而是去管理多套P2P集群之间 的关联关系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中心化的一个 manager去管理多套P2P集群之间的关系 并且呢manager也会提供一些动态的一些配置管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控制某一个节点 它的一些load limit 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manager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控制台 方便用户去做一些可视化操作 第二部分呢就是Drumfly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 也就是Scheduler 大家对BT协议比较了解的话 其实可以把Scheduler类比成tracker Scheduler主要做的一件很简单的工作 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件工作 就是为当前代下载节点 调度一批可用的副节点 让它进行下载 当然呢在当前节点下载失败 或者说整个机群当中没有Scheduler节点 它会控制当前节点去回源加载 第三部分呢就是peer 这一部分呢它主要做的就是 它既可以提供下载 也可以提供上传 并且呢它可以去调度器 去调度一些 去要一些可用的一些parmnt节点 同时呢peer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Scheduler的一个类型 这部分呢 就是说在我们的实际生产环境当中呢 我们不能保证P2P任意一个节点 它的机器的性能 以及它的带宽都是非常优质的 所以说呢我们会抽象出Scheduler 我们的调度器可以控制 所有的回源的节点 都从Scheduler进行回源 所以说呢我们的Scheduler 可以部署一些磁盘量较大的一些机器 或者说性能比较好的机器 去让它尽量快速的回源 Scheduler呢去减缓一个加载的一个常委现象 就是JumpFly这个服务 现在呢JumpFly这个项目呢 现在主要集中在三部分 Focus on third part 第一部分呢就是 Image acceleration 第二部分呢就是File Distribution 第三部分呢就是我后面要重点去讲的一部分 就AI inference 就在推理过程当中 因为现在模型越来越大了 其实它非常适合通过P2P方式去进行分发 当然呢在Image acceleration这一部分呢 其实我们提供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呢就基于纯JumpFly的一个P2P分发 这部分呢它可以去比较适合一些大集群的一些文件分发 去减缓一个原站带宽的一个限制 第二种方案呢就是JumpFly加Nedus的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去构建一个加速镜像 从而呢去既能够达到一个 支持一个大的集群的一个分发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安需加载 让它启动的更快 第三种方案呢就是单独使用Nedus 去做一个安需加载 当然就是这三种方案 可以看到在OSI 我们只用JumpFly去做一个分发 过程当中呢 也就是说基于OCI的一个artifice 去做加载 我们可以用Docker 或者其他比较那种control 等等工具 去构建一个OCI的image 并且呢把这个image push到一个OCI的adgest tree 当然这部分可能是社区比较Harbor 我们在running的过程呢 去启动容器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通过ConnelD 去把每一个blob的加载资源 走P2P进行一个分发 这部分呢其实就有加速的效果吧 第二种方案呢就是JumpFly 加Nedus的一个方案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Nedus file 或者其他Nedus相关的一些工具 去把OCI v1的镜像 构建成一个RFS format image 这部分呢主要是一个 Celerated image的一个格式 它主要是基于一个 类似文件系统的方式 去做的一个构建 有metadata层 有data层 同时呢 它的载体当然还是OCI v1的一个spec 我们把加速镜像 push到我们的OCI的一个reject tree 之后呢 我们在加载工程当中呢 ConnelD会掉上Nedus的一个snapshorter 然后Nedus的snapshorter 会通过fuse 把当前的一个镜像mount进来 并且呢 基于文件系统的方式 去按照Tronk 去进行一个安需加载 当然这部分功能 其实在镜像场景呢 其实是可能用处比较大 因为我们在镜像场景 可能镜像内部 不是所有数据都可以用到的 所以说安需加载 还是比较 效果比较明显的 同时呢 每一个Tronk 也经过JumpFly的P2P 去做一个分发 因为我们切Tronk之后呢 可能造成请求量过大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P2P方式 去把对应的请求 去做一个缓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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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看到 就是当我们用了这种 image streaming的这样一个方式之后 可以看到原本的这个 镜像拉取的时间 缩短到了秒级别 然后接下来是modal loading的这个部分 那么在讨论之前 其实modal loading有不同的方式 然后其实这里面提到的四种 我们也都在生产中进行过实践 然后首先第一种是在 直接把模型打包到镜像里面 那么这种方式的一个好处呢 是你开发起来会非常简单 但它的劣势就是 首先你有一个pack和unpack的过程 然后并且它会造成一些资源浪费 因为模型没有办法直接共享 然后第二种则是用 osign image的方式 去做一个mounting 那么其实这种方式 也是Kubernetes最近 推出的这个趋势吧 它新发的这个功能里面 也带有了这个 osign image的一个mounting的功能 其实这种方案我们 这种方案能够解决 方案一的大部分问题 但是我们其实当时 在试验这种方案的时候 大概是在一两年前 首先当时并没有这个官方的支持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CSI的模改 那么首先这个为我们增加了一些维护成本 然后就是我们在试验这种方案的时候 发现这个方案的瓶颈 还是在于这个镜像loading的一个速度 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的镜像仓库的速率 比不上像S3之类的速率的话 其实在这一步的downloading 还是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瓶颈 那么第三种则是在run time的时候 做一个download 比如说像hugging face的这种场景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灵活 用户直接可以在想要用到模型的时候 去调hugging face的API去做一个下载 那么劣势就是它还是会带来一些 潜在的这个startup delay 虽然hugging face也做了cdn之类的加速 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带宽比较高的一些instance 然后第四种呢 就是用一些分布式存储来做这个mounting 这也是我们目前选择的一个方案 我们目前在这个使用distributed storage 做mounting的时候 选择的方案是juicefs 那么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两个并行的一个阶段 在这里我们把模型做这个loading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把我们的python代码和其他的一些依赖项 打包成一个container image 然后在这个同时我们会把model做一个model seeder 然后存储到juicefs 在这里选用juicefs的原因是 首先它是poxies协议 然后我们不需要做二次的修改 并且它的带宽能够非常高 能够基本上和s3和gcs的这个带宽重合 然后就是我们能够用juicefs来附用我们的模型 然后同时在这个hacking face的场景下 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这样一套方案 因为hacking face我们在调用hacking face的api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model download到本地的一个cache目录 然后在这个方案里面 因为bentualmode本身就已经有了这个模型的抽象 那么我们在用bentualmode定应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声明这个模型是来自于hacking face的 那么这样我们在做模型预热的时候 对hacking face也会同样进行预热处理 并且把预热完的模型放到hacking face的一个cache目录 那么这样这个模型应用在启动的时候 还是能够享受到我们这样一个预热的优化 然后同时juicefs在这里也会把大文件划分成一个一个chunk 然后做到一个类似streaming的一个效果 然后并且能包括remote storage的一些sharing 然后在这里针对于safetensor这个情况 我们还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因为通常的流程是当大文件划分成chunk之后 我们会从remote storage到local disk 然后再到cpu memory 最后再到gpu memory 然后在这里虽然划分成了小文件 但是它从它这个预读的过程还是串型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做的优化就是把这个串型读 变成了一个并行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同时起多个进程 然后从不同的这个fd开始去读取 然后并且把这个这个就会先存到这个page cache里面 然后再到这个memory里面 然后就相当的于实现了一个streaming loading的一个效果 然后在实测的一个情况下 用这个lama38b加上了这个优化和不加优化 速度基本上能够达到两倍 不加优化的这个lama38b大概是需要loading38秒左右 然后加完是18秒左右 然后相关的代码也列在这边 供大家进行一些参考 到我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终点 就要这次quipcon我也想把这个方案poa给大家 poa给大家 所以说我有另一个topic我也会讲这一部分 就是k8s在1.13版本支持了read-only volumes based on the OCI artifacts 也就是说呢 k8s其实社区一直在关注AI相关的一些领域 包括模型以及datasite相关的一些分发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技术的迭代我们一直是在积累的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AI的场景下我们抛去cloud native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cloud native的场景下 基建下我们再去建设AI相关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cloud native就是我们其实真正的一些基础设施 对于AI来讲的一些基础设施 这部分呢 k8s社区主要关注的是我们的模型分发 以及datasite的一些分发 这个过程当中呢 k8s的定义 我们的runtime的一些内容是要放在image当中 我们的数据就是要放在volume当中 对吧 当然呢 k8s其实最常见的就是OCI spec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OCI去存储一些镜像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 当然呢 现在比如哈勃的话 它的定义也不是一个OCI registry 它的定义更多的是一个artifice 也就是说我可以存储任何东西 这部分呢 它的最终的功能 其实就展现在后面一个yaml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挂一个volume 这个volume里面呢 其实是比如哈勃的一个 我们可以叫做一个OCI的一个artifice的一个地址 并且我们也可以通过harbor 比如说其他OCI registry去管理它的版本 因为现在可能模型的推理阶段 或者说我们的训练阶段 其实管理模型版本有两种方式 同样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基于get getlfs 对吧 第二种呢 可能就是OCI 因为比如说现在比较热的用Olama 对吧 Olama也支持了我去把它构建成OCI的格式 push到OCI的一个registry 这部分呢 其实更多的重点在于说 我是如何去管理整个模型的一个生命 存储的一个生命周期 也就是说社区其实更倾向于使用OCI的方式 去管理整个模型的一个生命周期 当然呢 这部分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一个标准的一个管理方案 至少在Cloud Native的场景下 一个标准的模型管理方案 版本管理方案 第二种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一些OCI相关的一些优势 去做这件事情 OCI相关的一些Spec 其实相关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有Harbor 对吧 我可以做一个存储 一个版本管理 第二个呢 比如说有Jumpfly 我可以做一个P2P的分发 也就是说整体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把模型通过ORAS这种Client 或者其他的ConnectedClient 我把它构建成OCI的一个artifice 并且呢 把这个OCI的artifice Push到比如说一些Registry当中 并且呢 在我们运行过程当中呢 我们首先呢 会去启动我们的推理服务 推理服务的POD 这时候呢 我们会去加载对应的Volume 这Volume存在我们的OCI的仓库当中 在加载过程当中呢 Connected会去调 比如说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分发量比较大 需要加入P2P 我们的Connected会去调Jumpfly 去分发我们OCI的每一个Blob 就可以走P2P去做一个分发嘛 加载成功之后呢 资源加载成功之后呢 我们会把对应的OCI Volume 挂载到我们的POD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Node节点 启动多个POD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共享的去利用嘛 我们一个节点只加载一次就可以了 减少一个加载请求 其次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整个原生的一个基础架构 去做一个模型管理 去做一个加速分发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个方案呢 其实K8S社区推的这种方案呢 我认为是可能未来 当然不一定是标准方案 可能未来大部分场景会用到的一个 模型管理的一个方案 OK 我就PoA到这儿 OK 然后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结 就是在Costar这阶段 我们人为的划分了三个阶段 然后在Cloud Provisioning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通过Standby去做一个跳过 然后Container Image Pooling 可以用Image Streaming 然后Model Loading 包括有不同的这个Optimization 然后我们还是想留更多的时间 给我们的Q&A环节 然后这里有两个二维码 一个是Bentua帽的 一个是Dragonfly的 也欢迎大家在GitHub上点一个Star 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给Q&A的同学 准备了几件T恤 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 这个Fluid和这个GCFS 其实他们都是在loading 不管是Data Loading 还是Model Loading上面 做了一些优化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方案 可能思路上都是比较类似的 包括我刚刚听了上一个Fluid Talk 他们也是有把这个Model 首先load到Page Cache 然后再去做后面的一些loading 然后具体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根据自己的场景 然后包括真正的模型 在用不同的这种优化方案 跑到的一个数据来看 哪种更适合我们自己的架构吧 因为我看大家其实今天也有很多 这个modal inference加速的一些talk 虽然大家用的方案名称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思路上可能还是比较类似的 请 选择SolarS的旅游 其实主要还是为了 首先是Cost Efficiency 以及Auto Scaling 因为在大模型的情况下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模型同时在部署 但是其实有些模型 它的调用率是很低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去节省资源 比如说在不用它的情况下 直接把它的replica设为0 然后只有等真正QPS上来之后 才让它随着请求量的增加 然后再去scale up的话 可以达到更多的一个节省资源的效果 特别是在GPU比较贵的一个场景下 我们有一个开源项目叫做Yatai Deployment 那个项目可能主要是为了AI应用的一个deploy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Yatai Serverless 然后这个项目暂时没有开源 但是我们计划是打算之后去开源出来 然后我们主要在这上面 主要会结合Cata以及HPA 去做了一些serverless的交用 这个我们没有具体调研过 可能没有一个很像的对比 可以说OCI其实是一整条链路 包括这条链路上有几个服务 一个是比如CNCF相关的 Harbor一个做存储的 第二个就是大家知道ContentD 它是做Push的 还有一个就是DrumFly DrumFly它主要是做 可能对于小的集群来讲 可能它做的没那么大 对于大的K8S集群来讲 其实它的远战是有压力的 比如Harbor它的backend可能是对样存储 可能是其他一些存储 如果所有的节点的加载请求 都打到backend的情况下 它的带宽是容易打满的 比如说我们内部 比如蚂蚁还阿里这边 其实都量非常大的 我们相对来讲 就用P2P的方式去缓解了远战压力 其实它的加速 其实主要是在于 你的远战贷款有没有打满 但是我认为OCI这个方案 其实我认为 因为我后面也会跟Harbor社区 我们一起去共建 去做整个模型的一个 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可能后面Harbor也会做一个 相关的模型的一个存储的一个 可能相关的一些特性 并且呢 DramFlag也会支持 对于它的模型的一些预热 等等一些功能 对 就没有区别了 对 到后面如果都用OCI的话 就没有区别了 大家走的都是一条链路了 OCI这个方式是有没有用的 是乔袁部的 在里面有过一小涨 嗯 哦不是的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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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两方面看 第一方面就是我认为在推力阶段 对于模型来讲 不需要去做分片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大文件加载 如果我能比如RDMA 直接Direct到我们的现存的话 这是最快的方案 根本不需要再绕一刀 对吧 因为你也知道Fuse 对吧 它需要用舞台Curnal直接绕一刀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Drumfly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分片的一些 比如按需加载等等这些功能 是Drumfly的一个子项Menedus 它是相当于一个只读的 Rate Only的一个File System 它也是基于Fuse的 就构建过程当中 它也会基于Chunk去做一个去虫 并且读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基于Chunk去读的 当然呢 它跟Juice的区别也在于 Juice可能它支持血 但是Nedus它只支持一血多毒 所以说我认为在推理场景的话 一血多毒已经够了 对 OK 我认为应该是一些推理服务的一些框架 去打听镜像的情况下 这些框架其实它整个镜像也非常大的 并且呢镜像所有内容也不是都需要用到的 所以说呢 其实基于Nedus加Drumfly的方案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按需的读 对 其实你如果说就基于 做一些定制化的方案应该没有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镜像加速的一个套路 就跟E3GZ和Nedus其实都一样的 就做一 那我理解其实就是 大镜像的加载这个发力的 就是大概有公式了吗 就是在I这个场上下 或者在加载中上下 就把它做一个这个发力的应用 对 没有做更多的 偏向于MLV 我门后面肯定会做的 比如支持P2P的RDMA的P2P RDMA的P2P 对 是的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做可写 对于P2P来讲 可能它不叫做可写 它应该叫做做种 对 是的 对于P2P应该叫做做种 因为比如说你去加载一个大模型 在整个P2P集群当中 可能没有这个模型 你要回原去加载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推 比如许你推在一体的情况下 一个模型 我可以训练成功之后 我把当前这个模型 直接做一个写入 比如我当前有P2P一个节点的话 我这次写入的成本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我要上报一个metadata 其他节点就可以下载到这个模型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快写快读 我们主要 未来的话 对于大模型这部分呢 其实就这三点 一个就跟Harvard社区 做一个通用的模型的版本管理方案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支持RDMA 第三部分 也就是说P2P节点之间的P2P的一个RDMA 因为语言站的话我是管不到的 因为语言站在外面嘛 对吧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大文件的一个作种 一个可写的这么一个操作 对 那第三个其实都是应对这个 人家的那个程度 对 是的 有路线通吗 有的 有的 我Rodemap订的上半年完成 但我还没写完 24年上半年 对 但我没写完 我准备下半年肯定会写完 因为你像可写支持 还有RDMA 我却已经写了一半了 只不过有一些内容还没写 OK我们时间差不多 然后因为刚刚有一位小姐已经过来催我们了 我们可以更多可以线下交流 然后谢谢大家